2020東海岸大地藝術節6號晚間 起行月光海韻業會 現場月亮突破陰層露出 月光在太平洋上灑下一道螢光 伴水節事業悠養 讓民眾相當驚喜 感動 月光從海面上升起 那個銀白色的月亮大道 然後再配合像就是很優秀的音樂 然後就覺得是一種很感動的感覺 2020東海岸大地藝術節 起行月光海韻業會 4號期在都立遊客中心展開 3天內就吸引近2萬人 讓涉湯伴售特色產品的部落族人 趁勢拼經濟 這些都藍部落的產品 是集結我們在地部落 13個工藝人的傳統工藝品 然後在這邊擺設 以及說我們目前還有 就是自己研發出我們的馬高米茶 然後月桃紅茶 你的單位會不會收這個真心券 三倍券 通常我都會收 只不過是說可能就跟那個價錢 譬如說這一份300塊 可是他給500塊 可能就沒辦法回饋你們200塊 這樣子 可是盡量外資來消費的 這樣就譬如說這個300塊 那就以300塊的證券來給我就好 來買 配合防疫指揮中心呼籲 東莞處特別加強防疫工作 要求工作人員必須佩戴口罩 並配合檢疫才能進場 其實為了這次的疫情的嚴峻 我們這次的越光海音樂會的入場 特別準備熱顯影的儀器 然後對每個進來的遊客都可以做溫度的測量 然後現場我們也要求大家戴口罩 2020東海岸大地藝術節 月光海音樂會 9頁跟10頁還有加開6掌次的音樂會 東莞處表示 希望音樂會呈現東海岸最真實生活的樣貌 更是在地藝術的能量展現 原始新聞訪問了台東成功采訪報導